天网灰灰,疏而不漏,白家的罪恶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最新消息显示,白所成的女儿白英兰,儿子白英苍和女婿曹立强,在坐飞机逃跑时,被果敢同盟军击中,发生爆炸,全部死亡,这是白家的一场大劫难,也是中国人民的一生长叹,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 白家的罪行,可以说是触目惊心,他们不仅利用电信诈骗,骗取中国老百姓的血汗前,还残忍地虐待,杀害被骗的中国公民。 据悉,白家的电信诈骗园区,有专门的拷问是,用各种酷刑对待不听话的中国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砍断手脚,有的被强奸,有的被吊在树上,有的被扔进河里,有的被喂给狗。 这些惨无人道的场景,让人不寒而栗,不忍足堵,白家的罪行,不仅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也触犯了人类的良知,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仇敌,也是人类的敌人。 缅北四大家族的灭亡,似乎已成定局,白所成,作为果敢联盟军的前副司令,他与彭家生之间的纷争,早已为人所知,他曾背叛彭家生,如今,他和果敢联盟军之间,已经没有和解的余地。 白家的行为,尤其是涉及到电信诈骗等罪行,无恶不作,这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白家的负面。 不仅是对他们罪行的惩罚,也象征着这个家族权力的终结,随着白家的垮台,缅北其他家族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这无疑是对他们长期非法活动的有力打击,白家的负面不仅是正义的胜利,也预示着缅北地区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面对这一局面,许多人对白家的未来充满了悲观,白家曾经在缅北享有巨大的影响力,但现在,他们不过是历史的尘埃。 白所成的命运更是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一些人表示,白家的负面是他们自施恶果的结果,他们长期的非法活动和对民众的剥削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崩溃,白家的故事成为了一个警示, 提醒人们正义迟早回到来,罪恶终将受到惩罚,白所成和他的家族也将成为历史上一个被唾弃的名字。 白鹰仓,白所成的骄纵二子,曾以巨大排场著称,他的生日宴会尽显奢华,众多明星应邀而至,光鲜亮丽的场面背后却是人们对他的不认可与冷漠嘲讽。 这些庆生视频,据说只是明星们面子工程的产物,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或关心这个名为白鹰仓的人,白鹰仓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是浮华背后的空洞与孤独,是金钱与权力所不能触及的真实情感。 面对果敢同盟军的强势进攻,白鹰仓表现出的狂妄自大更是令人震惊,他豪言壮语,不顾现实情况的严峻,妄图以个人的力量干翻同盟军。 他对同盟军的蔑视,将除无人机外的所有对手视为渣渣,彰显了他的盲目自大与愚蠢,在这种傲慢与无知的趋势下。 白鹰仓的行为不仅危及了自己,也给他的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 与白鹰仓的浮华不同,其父白锁成则显得更为深沉狡猾,面对果敢同盟军的强势,他深知自己与儿子的不足,因此开始试图与之谈判和解。 白锁成的这种机制与应变,体现了他对形势的敏锐判断和对家族安危的考虑。 然而,当国敢同盟军势如破竹,白鹰仓被困在老街时,白锁成不得不亲自出马,试图营救困境中的儿子。 这一行动体现了他作为父亲的责任感与担当。 白锁成在救出儿子后,希望与国敢联军司令彭德仁进行谈判,寻求一线生机,但彭德仁的拒绝,直接了当,将白家唯一的出路指向了回中国,主动自首。 这一决策展现了彭德仁的坚定与果断,同时也是对白家种种行为的严厉回应。 白锁成在这一刻,或许才真正感受到了自己行为的后果,他的置谋与策略。 在更大的历史潮流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在这种绝境之下,白家开始寻求逃离的可能,但随着明学昌家族的负面,白家的困境也日益明显,他们的逃路已被封死。 命运似乎已被注定,明学昌家族的垮台,不仅是对其个人的惩罚,也是对那些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家族的警示。 白家的堕落,似乎预示着同类家族的末路,是历史的必然裁决。 百圣集团在中缅边境地区的势力如此深厚,其背后的主导者是白锁成和他的家族。 最近,有消息传出,白锁成的女儿白英兰,女婿曹立强以及儿子白英苍在逃离缅北时遭到炸死。 这个消息无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些安慰,白锁成的家族在缅北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自从2009年白锁成宣布成为国杆主席以来,他们几乎垄断了整个国杆地区,并与缅甸军方勾结,从事着对中国人民的黑暗产业链。 白锁成的六个子女也都成为了家族事业的助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责,其中长子白英能负责政治联系,次子白英苍则是臭名昭著的诈骗园区创始人。 而在这六位子女中,最具影响力的女性非白英蓝莫属,她不仅继承了父亲的狡猾和狠辣,还进一步发展了家族的赌博、色情、诈骗等灰色产业,通过社交平台塑造自己温婉善良的形象。 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前往缅北,以此来谋取利益。 然而,她的财富和声誉都是建立在无数中国人的痛苦之上,她只顾自己的利益,对中国人民毫不关心,甚至将他们当成行走的人民币。 如今,如果白英蓝等人的死讯属实,这意味着正义取得了胜利,也给那些曾受到他们伤害的人们带来了些许安慰。 我们期待着,这样的恶人能够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也希望中缅边境地区的安全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白英蓝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女人,她的黑暗业务遍布缅北地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她的赌博、色情、诈骗等灰色产业遍布缅北,吸引了众多的中国游客,她巧妙地在社交网络上打造了一个温婉善良的形象,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 与此同时,她也以慈善为名义来提高自己的名望,但事实上她只注重自己的利益,利用慈善来推销自己的形象。 她在公众场合总是表现出一副成功女企业家的样子,但在背后却是如此冷酷无情。 白英蓝的诈骗园区,以其独特性和便利性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人涌入。 但却是一个陷阱,她的园区号称可以提供高额回报,吸引了许多人投入其中,但实际上无非是一场骗局,大多数投资者都陷入了她不下的陷阱中,不仅丧失了自己的财产, 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白英蓝的诈骗行为使许多中国人失去了血汗钱,导致他们生活陷入困境,甚至是破产。 在国敢同盟军的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白家部分成员被安排到下缅甸的安全区域,然而很快,他们又被缅甸军政府送回了国敢老街。 白索成因此决定号召四大家族的民兵大队和私人武装与缅军武装合作。 共同对抗国敢同盟军,保卫老街,并以家族成员的安全作为威胁,若不合作就会被移交中方处理。 在白索成无奈之下,他回到国敢老街并试图重新组织四大家族的武装成员与留守老街的武装力量合力守卫。 他的大儿子白英能以及二儿子白英仓和女婿等人也准备留守国敢老街,因为家族财产的关系,其他三个女儿和家属已经离开国敢了。 然而,随着国敢同盟军的攻势日益激烈,加上国敢十元子和滚弄的尸首,以及明家被大国公开通缉悬赏。 导致四大家族在无反抗之心,刘家和魏家成员私下表示愿意投降,并找到国敢同盟军进行了秘密接触,表示愿意用重金求和,并愿意投降不再抵抗,据悉,他们得到了国敢同盟军的保证。 然而,白索成试图私下与彭德仁进行电话谈判,商讨投降事宜,但被彭德仁拒绝,白索成提出与彭家共同管理国敢的条件也遭到了拒绝,甚至即使白索成投降,也必须是无条件投降。 关于家族成员根据情况是否得罪大国来处理的问题,彭德仁表示可以根据情况处理。 但作为当初的主要叛徒,白索成必须接受相应的处理。 在国敢同盟军发布工程公告后,白索成和大儿子白应能决定游守国敢老街并守卫,而家族成员,尤其是二儿子和二女儿的女婿,则计划转移到夏缅甸的安全区域。 他们意识到守卫老街将面临一场恶战,不管成功与否,伤亡必将不可避免,尤其是白家成员被视为重点打击报复的对象。 白索成不愿冒险,因此他选择偷偷将白鹰仓,白鹰兰以及女婿送走,也就有了开头说的被炸死那件事。 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